日元连续走贬 7号一度来到1美元兑换 144.38日元 创下24年以来的新低点 尤其许多台湾人爱去日本 趁这个时候日币贬值兑换 把旅费存起来 以日本东京迪士尼门票为例 全票8200块日元 去年日币高点 每张台币要2294元 目前换算只要1810元 相当于打七八折 至于一篮拉面 日币980元 去年一晚要274块钱台币 如今只要216元 每晚省下57元 接近四分之一晚 会不会再低 其实你不要换多 假如你要准备说 今年年底要去日本旅游的情况之下 那你会有个像 大概准备了台币10万块钱 去换个日币 那你这样我跟你讲 你在日本已经很好 可能单身会多买了三分之一台 只是边境检疫3加4 何时变成0加7 旅游业者预估 9月底有机会解封 此刻已经有不少旅客 询问日本跟韩国热门景点 想趁10月封业季冲一波 9月底目前就是说 只要国 假如说我们搬成0加7 等于说我们几乎所有的国境都开了 只是国内疫情又再度升温 能不能顺利9月底解封 还是要等待指挥中心评估 东森新闻 优雅星全英寒在台北的采访报道